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子学院 本节课呢,咱们开始安卓高仿大众点评网项目的一个讲解 那么在项目讲解之前,咱们先来介绍一下这个项目当中我们使用到的一些开发工具 以及项目当中的一些流程介绍 首先,做安卓开发,我们需要GDK环境的支持,所以我们要安装GDK 并且呢,我们要有Eclipse和SDK的支持 我呢,在官网当中给大家下载了一个ADTBundle的一个包 大家可以接下来把它解压缩,里面就可以拿到我们的Eclipse以及SDK 那么我们安装完之后呢,打开我们的Eclipse 这是我们的一个欢迎页面 并且呢,我们下载了一个新的模拟器 没有使用我们原生自带的模拟器 这个模拟器的名字呢,我们使用的是一个叫做genimotion 那么我们来到genimotion的官方网址 genimotion的官方网址呢,其实是一个国外的一个网站 那么我们genimotion有一个中文的官网 我们可以从中文官网当中去下载genimotion 当然我们在下载之前的时候,他告诉我们需要注册 注册一个账户用户名密码之后呢 我们可以下载我们的genimotion 那么下载出来的genimotion呢,是一个genimotion 带有一个VTRABOX这个虚拟机的一个ESC执行文件 我们点击安装这个ESC执行文件 拿到我们的genimotion即可 如果在我们的安装过程当中,大家出了某些问题之后 可以来到我们的百度当中搜索一个 比如genimotion的安装教程 在这个教程当中会依次给大家代入 比如我们的genimotion从注册登录 一直到我们的一个下载 并且安装我们的VTRABOX 他其实是建议大家去安装这个VTRABOX 当然现在的genimotion下载当中呢 他已经有带有我们的VTRABOX的一个下载页面 我们点击安装genimotion之后 来设置一系列的参数效果 最后我们拿到一个完整的genimotion模拟器 那这一块呢,就是咱们点击安装之后 它生成的一个genimotion 我们打开之后呢,连接到我们的一个账号地址 并且呢,我给大家下载了一个2.3.3 API 10 并且分辨力为480x800的一个模型器 还有一个4.2.2 API 19 800x1280的一个模型器 为了便于咱们运行的一个流畅性呢 我在这里面启动的是咱们这个480x800的2.3的一个模型器 那这是我们启动的一个样式 启动起来之后,大家可以发现 这是我们的一些安卓应用程序 那同样它还会有一些打电话的一些功能 它跟咱们安卓原生的模型器 没有太大的一个区别 只是对咱们这个模拟的效果 做了很多优化 那我们看一下在DDMS当中 如果可以找到我们的模型器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进行编程 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咱们安卓大众点评网这个项目当中 我们所要实现的一系列的功能 首先呢,我这里面有一个GIF的图 给大家来看一下 在我们打开这个GIF图之后 它是有一系列的效果演示 首先我们是从组页面开始依次跳转 来到我们的一些短行页面 当然这个效果的演示会比较快 主要熟悉一下 我们接下来要开发的一些流程 那么我们要演示的一些效果呢 首先刚开始我们是一个欢迎页面 经过三秒跳转来到我们的一个导航页面 这个导航页面呢,是有三个视图 这三个视图呢,我们可以使用一些 ViewPager这些效果进行呈现 最后呢,我们点击这个Button按钮 进入到我们的一个首页 当然我们在这里面 首页还没有进行数据的绘制 这是我们的一个开发的流程 给大家以开发的流程 来介绍我们项目当中怎么去实现 来到我们首页之后 我们要把底部的一些导航条 给它显示出来 这些导航条的效果进行切换的时候 比如我们切换到团购页面 我们呢,更换一下当前页面的一个值 让它呈现出来不同的效果 同样我们切换到发现 以及我的的时候 拿到的效果也不同 那么接下来 我们会完善一下我的页面 比如我们的页面里面的一些布局样式 咱们怎么去汇出来这样的一些布局 并且我们在点击登录之后 会拿到一些登录页面 这里面牵扯到邮箱密码的一些验证 同样我们这里面有一些三方类型的验证 比如微信登录和QQ登录 来到我们的注册页面之后 可以输入我们的手机号 进行验证码验证 当然这个后续的功能我们有待实现 我们回到首页之后 进行首页内容的一些绘制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首页的左上角 有一个位置定位 我们点击这个按钮之后 就能来到我们的一个城市的一个选择 我们在这里面使用的是高的地图 来进行一个定位的一个查询 拿到咱们当前的一个页面 并且呢我们对这里面 实现了一个索引的一个位置的一个切换 我们可以根据右边的一个索引 切换到咱们指定的城市 然后呢我们完善一下当前的一个效果 这是首页的一个效果 首页效果里面我们有一些iterm选项 点击每个iterm选项来到不同的页面 当然我们团购这个页面当中 是有一些数据的显示 而这些数据的获取呢 是从咱们这个服务器当中进行获取 这里面牵扯到对我们图片的一个渲染 以及对我们内容的一个填充 图片渲染过程当中 我们还要解决图片的一个内存溢出异常 包括我们到后续会给大家介绍两个框架 分别是XUtios框架和Picasso框架 这两个框架呢会给咱们的开发 带来很多便利 框架的一些介绍呢 我们会在下几课当中给大家代入 接下来呢我们点击每一个iterm选项 进入到每一个商品的详情列表 这个详情列表针对我们数据进行填充 并且这里面会实现一系列的功能 同样我们实现了商品的详情页之后 会来到我们当前的一个位置定位 比如我们怎么去拿到当前的一个地图的API 来显示我们周边环境当中到底有哪些数据 这些数据存在于哪些商家 这些商家当中又有哪些商品 我们在后续的知识点讲解当中呢 会给大家代入 那我们的开发流程呢 是大概的这一系列的图形给大家显示出来 当然我们在这个开发过程当中 会依照我们列出来的一种形式 给大家代入它的一些效果的实现 并且在这个实现当中呢 我们会针对一些效果 比如我们在这个我的页面当中 怎么去关联咱们当前的一个订单 拿到获取咱们订单的一些信息 在商品详情页 我们怎么去做到数据的一些适配显示 并且我们针对这些商品相前呢 进行一个下拉刷新和上拉加载更多的一种内容填充 当然我们这里面可以借助一个 叫做Pool to Refresh的开源的框架 来实现我们的一个效果 这里面呢我们会针对一些效果 给大家讲解一些具体的知识点 在这个商品的详情页当中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某些空件 在我们安卓当中怎么进行排布的 这些空件的排布 我们应该怎么进行规划 会让我们的用户感觉体验性更好 而在我们的这个位置地图API当中 我们拿到的是一个3D的地图的API显示 那么在这个地图使用过程当中 我们又怎么进行内容的数据渲染 以及图标的进行显示 咱们在后续的课程当中 也会给大家一一代入 OK 那么以上呢是咱们项目的一些介绍 以及咱们开发当中使用到的一些流程 我们到最后呢 也可以针对整个项目 做一些数据类型的统计 来在我们的后台 监测到当前项目的一些使用效果 比如我们当前有多少用户在线 比如我们当前项目的一些访问量统计 当前项目的一些日志统计 我们在后续的课程当中 也会给大家一一代入 那么最后呢 我们希望大家通过咱们 安卓高仿大众点评网的项目呢 来了解一个项目的开发流程 以及在安卓的编程当中 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知识点 希望本套课程呢 能对大家以后 安卓项目的开发呢 带来很多的便利 那么本节课呢 咱们就先到这边 感谢观看